电影真的为我们记录下太多珍贵时刻 今年的国际纪录片影展时光台湾单元 特别挑选了1951年到1965年之间 台湾接受美国援助的时代农妇会拍摄的宣导影片 包括用纯爱剧情包装正确使用农药的方法 以及找来了漂亮的女演员来示范操作大型农业机械 这些珍贵的黑白影像协助我们更了解自己的历史 1952年台湾农副会拍摄宣导影片《农家好》 女主角还是经过300人还选出来的 当时那女主角还是特别去领选出来的 并不是说我随便找个女人 当时是曾经公开真实 有两三百个人来应征 然后最后寻到了这位女主角 轻松会谐的剧情黑白影像台语配音 农副会50年代制作的宣导影片 告诉农民如何正确使用肥料 第一个处理就是普通肥料 在农业使用化学肥料这个过程中 你肥料适用太多反而是不好的 很有可能会对植物造成伤害 它也是造成一种浪费 这次国际纪录片影展规划 时光台湾单元 邀请美元年代研究学者 刘志伟共同策划 透过影片深度解析 1951年到1965年之间 美国每年借贷给台湾 一亿美金的美元年代 没有当初的美元也没有现在台湾 然后在饮食 在食品营养卫生 甚至我们的各个方面都曾经有受到美元的影响 那其实这些影响一直到现在都还持续存在着 当年农夫会利用部分美元资源拍摄影片 像是农鸡花木兰 女主角阿贵代付耕地 利用耕耘机一肩扛起家计 阿贵啊 你会想买 我会啦 你爸爸在看边 家人还没人 你做大姐的不能去好好讨厌 而且还要下台湾 你手上是很厉害的 阿贵 别这样说啦 这机器很好 它会那么硬呢 好 这样就 影片倡导农民使用根蕴机 还找来漂亮的女生试验主角 强调机器操作简单 连女生也能轻易上手 在当年还是使用水牛藜田的农村 造成不小的轰动 这台的机器还不错哦 爸爸 来看看吧 你怎么去那边怎么会笑呢 我去看呢啦 你怎么去看呢 好好好 你看 你还带来不错哦 机器还会笑呢 爸爸 这个体育还不错呢 他们有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意识概念 是现在大部分的官方没有 就是他们会很清楚知道 我要做任何宣导 一定要让民众看得懂 然后早期农夫会在做很多影片的时候 他们也早已经考虑到说 很多台湾民众听不懂普通话 就是国语 所以他会用台语配音 阿贵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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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自制剧情类型的宣导短片 有些影片直接引自于国外 教导民众如何预防疾病 像是风格活泼的西方卡通 搭配中文配音的影片疾病怎么传染 要避免州的病传出去 他一定不可以在田地里大便 他一定要用茅房 州的病很重 所以我们替他盖锁茅房 以中南美州为背景而画的 因为大家如果有机会去看那部电影 你就会看到里面的人 他外面是玉米田 那不是台湾 然后部会当时会把他直接引进台湾 配上中文配音 希望让民众看到说 一些疾病或者卫生的概念 该如何养成 国际纪录片影展透过15部短片 勾勒出当年美元年代的清晰轮廓